好 回到新聞現場 我們來看到的是 藍白河政黨協商達成共識 以民調決定總統大選的組合 但是日前又因為 藍白雙方對於民調誤差值的範圍 認知不同 再度瀕臨破局 那麼現在再也亂成一團 甚至賴清德剛才也酸 他說他以為自己 會是最後一個宣布副手的 沒有想到還是第一名 話說的酸溜溜 就在等藍白河怎麼看 因為他說他到現在 都還不知道他的對手是誰 那麼對此呢 這個國民黨總統參選人 侯友宜的新北市競選總部 總幹事李乾隆就說 如果藍白真的不幸破局 他認為北北基桃贏 大概100萬票沒有問題 那麼侯友宜在北部 是可以贏得120萬票 中部應該是小贏 他說國民黨去年九合一 南部也沒有輸很多 所以呢 如果這個只要北北基桃贏 贏100萬票的話 後遺就是贏了 這是他認為的 因為包括他認為說 新北市後遺的本命區 那麼北北基桃呢 過去也是藍營執政居多 而包括的是這個 國民黨去年九合一 在南部也沒有輸很多 所以這樣子縱瓜來看的話 應該是北北基桃 只要贏100萬票後遺就算贏了 這個是李乾隆所說的 那我們就要來看到 是藍白河喬布隆嘛 那麼20號這個蔡正元 之前在臉書上還特別公佈了 他說臉書上的發文 進行藍白不合的初步估票 他怎麼看呢 他說根據聯合報 最近的民調資料 推估撒卡都可能的得票數 賴清德600萬票 柯文哲450萬票 後遺350萬票 無論這個數字到底最後是真是假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藍白一旦分 那麼就是賴清德贏 這個是他這個蔡正元 他最新的一個預估的這個票數 他並且也指出說 連國民黨內的這個參考民調 侯科沛都輸 要求侯科沛真的很難被中間選民所接受 這個是他說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這個郭正亮了 郭正亮就有說啊 這個柯文哲跟侯友一合 選到最後呢 也不會贏非常多 事實上就是一個正負50萬票 那50萬票是2.5% 那他說你跟侯友一合都這麼激烈了 更何況是不合呢 最後真的要想清楚哦 那如果現在只剩下柯侯配這個選項的話 如果真的沒有 那麼就是拜拜 2024拜拜 提前我們知道答案了 基本上那一天 大家投不投票都會知道答案 那4年後呢 國民黨可能會不肯回首天人 是要倒下去哦 可能未來是連投胎的機會都沒有了嗎 那這個是很多這個 無論是甚至媒體人 或者是名嘴他們所認為的 那我們還要來看的是台北市議長這個戴喜欽 這個台北市議員戴喜欽 他就特別說了 他說其實現在哦 當然不是說年輕人的票不重要 但是縱觀來講啦 中老年人還是占大多數 再加上真的會去投票的年輕人 那要看當天的天氣狀況 還有候選人他喜不喜歡 其實這個原因很多 但是中老年人呢 無論是鐵桿藍鐵桿綠哦 他們基本上都是會去投票的 所以還是占大多數 他說投票的主力還是以中年跟老年為主 那他就說如果身在破局的話 以去年哦市長選舉的優勢來看 柯文哲在本命區未必有優勢 剛才雖然說有本命區的這個問題 可是柯文哲在台北不一定有優勢 那麼國民黨有69位的立委提名人 跟執政縣長的這個能量 要被棄得乾淨其實不容易 那他就問了柯文哲要怎麼贏 他有個問題哦 新北是後裔本命區 台北是柯文哲本命區 柯文哲如果到時候真的獨立參選 沒有藍營的基本盤加持之下 其實你本命區優勢反而是會弱化的啊 再加上侯友宜光靠你所謂的藍營基本盤 沒有中間選民的加持 本命區的效益恐怕也會降低 所以你們如果各自選的話 輸的機會高嘛 贏才有贏面 這合才有贏面不是嗎 常信他們都知道 但是現在就卡在對於民調認知的不同 那麼持續還要來看到的是 傳出藍營基層有點不耐煩了 有情緒在了 李乾隆認為說大黨呢 退讓到這個階段 基層忍無可忍 國民黨應該有所堅持 現在是名氣可用之際 趁早覺醒走自己的路 反而比較好 主席也是說不到最後關頭不會放棄嘛 但是現在 國民黨走到這個階段裡面呢 我認為名氣可用了 所以 我也 幾個月以前我就跟他建議說 自己要有備案了 藍白核是全民的最大公約數 但是 國民黨被玩到這個階段 我想 應該要覺醒了 很多 基層大家都說 國民黨應該走自己的路 國民黨一個泱泱的大黨 那 已經 退到這個階段 那 用全民調也都 大家都牽制了 那 應該 大家都 本來一開始很堅持說 應該把政黨支持度也列在裡面嘛 那最後也放棄了 基層 已經 人無可忍了 可以這樣講 所以 我想 國民黨應該有所堅持 不然這個名氣可用 會慢慢一點一點被磨光 一個政治人物 當一個領袖 應該 誠信非常重要嘛 那 今天講完的話 明天又萬光光 都把它推翻掉 我想這是 不可取的 不可取的 要當一個國家的領導人 這個誠信非常的重要 好 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現在藍白核卡關 那麼趙少康有點出 不能再拖下去了 甚至呢 根據他的了解 侯友宜對於柯文哲釋出善意 還沒有準備副手人選 現在進入了政黨行商階段 他強調 如果最後破局 那麼國民黨當然全力衝刺 還是會有機會的 已經到最後了啦 不能再拖了 你再拖 侯友宜這邊也很麻煩啦 對不對 他要不要準備副手都很麻煩 我在了解侯友宜到現在為止 都沒有 談任何一個副手的原因 就是他就這樣談 對柯文哲就不尊重 如果破局只有權力衝刺了 做了過核阻止 只有拼命向前 也沒有什麼其他的考慮了 那只是說 核還是比較好 那這個 要拿到北部要拿一百萬票 也不是那麼容易 核的話可以啦 不核的話 那就要 還要拼 要各自努力 兄弟登山 這個不好 我覺得 我還是覺得 沒有到最後關頭 不要放棄了 到真的不行 那也只好拼了 拼了 國民黨還是有他的實力 還有那麼多的基層 如果14個縣市長 每一個人真的都是 一心一意來用力的話 國民黨還是有機會 因為基層反應也很強烈 其實 大家理智上知道要合 情感上也覺得說 這樣變來變去不好 因為現在 我這樣講 24號最後嘛 你不能拉到24號了啦 我想22號了不起了 再拖 就 也拖不下去了 我覺得也拖不下去了 所以 當然這樣講好了 講聽說 賴清德拿35% 現在民調嘛 還是要65% 65% 65%如果 侯宇真的出來 把柯文哲壓到 15%以下 侯宇還是有機會的 好 我們來看的是 現在進入僵局 那麼現在呢 這個 國民黨跟民眾黨的幕僚 紛紛隔空在放話 但是主將到底要談不談 才是重點嗎 目前沒進度 前立委李聖峰 就點出了這個兩個問題 是什麼 他就說兩黨的鷹派 應該要有所節制 主要是主戰派 主戰派要有所節制 儘快面對現實面的問題 那麼其中也包括了基層實力 一個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 各自的鷹派 大家必須要節制一點 鷹派的聲音永遠是最動聽 鷹派的聲音永遠令人最動容 鷹派永遠都是破壞的最大殺手 不是如此嗎 我們今天台海兩岸裡面 我們最怕的是什麼 最怕的不是歌派 對 我們最怕的是鷹派 對 鷹派聲音講起來說那最好聽 非常的令人動容 但是結果會是如何 人類所有的悲劇不都是鷹派帶來的 不是不可以沒有鷹派 有實力才有鷹派 沒有實力鷹派要會話 就這麼簡單 你單獨可以選 那這個鷹派才有道理 單獨選不上你當什麼鷹派 對 你大聲什麼 那個就是假英雄 少爪把人死的而已 這是一個 第二個 我們來看一個更現實的問題 面對現實 我們才有機會完成理想 那我們來看看 現實兩個東西大家要考慮 所有有民調以來到現在為止 通通都出現一個情況 不管是活科派 從來都是贏過賴蕭派 或是來差配 沒有例外過 對 也就是說不管活也好 科也好 誰當先誰都會贏 那既然誰當先 那下面就要來考慮一個問題 那哪一個配 會贏得更安穩一點 這叫現實 第一個現實就展現出來 這個不要來挑一億的毛病 誰當政 誰要負責柴米油文醬注查 第二個什麼現實 叫做選舉除了有空戰以外 是不是最後的動員很重要 什麼叫做拉票 什麼叫動員 那動員的時候基礎 基層的實力就很重要 國民黨再怎麼被人家看衰有沒有 基層實力應該還是贏過民眾黨的 那從這樣的一個角度看 這個現實你不能不去面對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Good Plan ! QA Android звicit 開啟 開啟